这绝对是中国南篮罚球最怪异的球员 因为他只用一只手罚球 速率和节奏让人看了完全摸不着头脑 他叫李凯尔 他在中国南篮终于迎来了首秀 在对这意大利的人生赛中 李凯尔拿到11分6篮板 第一球李凯尔和王哲林打出传切配合 在篮下李凯尔通过跑位打进一个轻松上篮 这也是李凯尔的首个运动战进球 第二球李凯尔侧应45度单打对手 面对对手的防守 李凯尔只用两下运球 就用左手突破杀入篮下打进一记免扣 这一球也充分展现了李凯尔的节奏 他不需要很快 但你就是防不住 第三球李凯尔从侧翼底脚空前篮下 接到胡金秋的传球后 李凯尔再次轻松上篮打进 进入下半场后 李凯尔加强了自身进攻 可以看到李凯尔多次持球突破 造成犯规走上滑球线 但在这个回合里 也可以看到李凯尔的无难 在这一次进攻里 中国南篮多次进行传导球 由于传导球次数过多 最终时间走完 李凯尔也是一脸无奈 从这场比赛里 可以看到 意大利南篮强大的技战术水平 他们多次把南篮防到24秒 尤其是防守捕位端 意大利球员的脚步极快 完全可以实现无限换防 而我们虽然拥有了李凯尔 但李凯尔终归不是大包大篮的球员 我们不可能指望李凯尔场均拿到30分 但李凯尔的到来确实解决了中国南篮进攻便秘的问题 他让中国南篮的进攻变得更有针对性 全队的传切配合也要比以前更加流畅 这场热身赛中 乔尔杰维奇被裁判罚出场外 这在热身赛里也是非常罕见的 而且这场比赛 意大利有一定的主场少优势 李凯尔也在场下因此非常不满 意大利南篮在欧洲杯也是一支能够击败塞尔维亚的球队 面对这种级别的对手 中国南篮能打出这样的水平 已经算是不错的发挥